最近整個演藝圈 In Dice 閃婚就愛 全都布滿粉紅泡泡 鬼鬼無印節16日出席活動 大家都很是關心 他和何浩成的戀情 你們看你們幾年多了嗎 就知道了 沒有啦 就朋友啦 我們剛剛爬我 他說就是地下情四年 都沒有從口認愛過 就是朋友 你是不是想說 這是我自己竟然穿搭 我就知道你們會問這些 是因為我為什麼戴著戒指 我今天下去之後 我想拔起來 拔不起來了 這就是婚戒啊 不是 婚戒 不需要這樣子吧 沒有啦 沒有被套牢啦 你是不是再婚了 我 我還沒有結婚過耶 你是不是再婚了 有啊 我 你是不是再婚了 屁著問什麼問題 不是他說再婚了 他說你有沒有再婚 再婚了 那你有再婚記了嗎 我沒有耶 沒登記過 我非常的覺得他非常的酷 然後感愛 非常的感愛 然後讓我覺得 是一個很 值得效仿的對象 我也是電話用了應該有20年喔 是完全沒有任何舊愛打電話給你過 沒有 因為舊愛都結婚了 打了電話給我 都是叫我去借錢啊 不然就股票啊 但我每次都會跟他說 欸 不然我欠債兩億喔 他說喔 好 他說好 謝謝這樣 而日前影集出用 發生醉骨憨事 該劇男主 炎亞倫沉痛呼籲 要大家重視工作環境保障 引起極大迴響 鬼鬼也有留言力挺 今天聊起這件事 他還是很難過 喔 因為那個攝影師其實 我們有短暫的合作過 當下我也覺得蠻難過的 而且他還是有一個比較危險的狀況 喔 我就是有那種 鋼絲掉下來啊 然後大海裡飄 這些經驗其實我都有 就是也沒有救生員 還有那種比如說掉鋼絲 可能我明明鋼絲已經斷了 但他要我休息一下繼續上 然後上了之後 我的鋼絲還是斷了 你知道巨型盪球前就這樣 然後那時候大搖壁在我前面 那個機器一直在壁 我也一直在擋我的臉 我覺得我的好朋友發這個聲 我很為大家感動 因為他說這些話的時候 他可能 他在為很多人設想啦 但是有些人 可能因為他的這些言論 同意了他 然後又認可了他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他非常勇敢的